好 另外还要来关注的是 府人大学最近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要来取消学业成绩退学规定的提案 预计送到校务会来通过之后 就可以来实施 也就是说未来学生不会因为二一 或者是双二一而被退学 耶旦树下许个愿 不必再多浪费一个愿望 以后府大学生不必再祈祷上帝保佑 考试不会死当二一被退学 因为府大教务会议通过 未来学生不会因为成绩二一 或是双二一被退学 送上这个耶旦礼物 大家喜欢吗 这也是二一不退学 二一不退学 你要欢呼的是吗 其实还蛮值得欢呼的 有些老师可能 就是可能给分的方面很严格 然后你可能就那一课被当 然后其他课也不幸运的话 就会直接烂掉 如果被二一的话 你要考什么短学 考那些再重新进一次学校那些 那个手续很繁琐 然后又会浪费一年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 你就说那算了 那就不要念了 不会啦 因为都缴钱了 不念就很亏 钱不能白花 书不能白读 府大表示因为要鼓励学生 就算学习成效不好 也有继续学习的机会 所以才会发出这一块免死金牌 未来也将每学习选课上限 三十二学分 调降为二十五学分 希望提升就学的稳定率 二一不退学 府大不是领头羊 包括阳明交大 正大师大都早一步起跑 师大表示实行二一不退学后 二一的学生并没有暴增 跟以前一样维持百分之一 考试就算临时抱佛脚 一样抱得特别老 华新闻华美会张道勇 泰报道